蔡英文向台南选民信心喊话 紧接着炮口对向执政党 先批宇昌案乌龙搞抹黑 再打乱花人民纳税钱 却拿不出政绩 蔡英文继续开炮 隔空窍马执政四年 民主逗退炉 我们的民主已经从32名逗退到37名 我们不能够留一个更好 更优质的民主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进台就是不负责的担心 随着选战倒数 蔡英文打马 炮火似乎越来越猛 三菱新闻许世良 SG小组谈到报道 好 至于马总统的部分 今天他展开了第二波的下乡之旅 今天晚上他是到嘉义夜市扫街 那么之后呢 也会夜宿在嘉义民间友人的加州 市场最新状况 我们要连线给记者谢立文 立文 好 主播观众带您关心 是马总统在选前倒数的十几天 今天选择开始展开四天 三夜的与民同在下乡行程 那么今天晚间呢 是从嘉义开始 稍早除了到夜市扫街之外 那么今天晚间呢 是下他在嘉义市的 宣徽协进会理事长陈思亮的家 那么由于陈思亮有两名 这个听障的这个孩子 那么因此总统今天特别来访 主要是想跟他交换 有关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的问题 那么稍早总统 也跟这个在场的所有来宾来进行谈话 我们带您看一下现场画面 所以是他的协位优秀的总监事 黄青柱总监事 写进会呢 我们的龙宇市长 黄世珍理事长 以及周湘瑶首颖 周老师 谢谢 那么我们现在就恭喜我们的总统 来跟 好那么可以看到呢 今天是嘉义市长黄敏慧全程陪同 那么其实嘉义市呢 是国民党在浊水溪引南 唯一有这个执政的县市 也认为他们是这个唯一的摊投宝 希望呢能够这个在南部的选票 能够借此能有这个有所发挥 而总统今天晚上夜宿嘉义之后呢 明天将会转往台中 有这相关的造势活动 那么今天开始启动 夜市加早市的扫街拜票 明天上午将会在台中 进行这个早上的市场 向选民的这个问候 那么会接下来陆续一连串 会跟民众做最近距离的接触 以上是两尊情况 正在这张鹏雷直播 好 这一次马总统 在嘉义HomeState的行程呢 被这个民进党嘉义先立委候选人 陈明文批评 陈明文就问马总统说 他当初承诺故宫南院要盖 还有要扩建这个布袋党 全部都跳票了 怎么还有脸到嘉义来讨票呢 不过蓝颖也立刻回应 说马总统是忙着收拾 点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 其实真正跳票的是民进党 黄牛四年了啦 你哪来的黄金十年 你到今天还要到嘉义来 要嘉义人支持 你真的有脸到嘉义来投票吗 高分被质问马总统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 陈明文召开记者会 陈明文三位马总统 故宫南院和扩建布袋港都跳票 嘉义人好失望 阿里山缆车跟梅山的太平 云梯我们还要等多久 绿营紧抓着马总统到嘉义的机会 质问马总统 蓝颖立刻反击 故宫南院根本是扁政府和陈明文 当宪长时的承诺 虽然有一点延迟 但是延迟是为了收拾民进党所留下来的难摊子 那我们也保证 2014 故宫一定会如期完成 蓝绿互相指责跳票 起因就是马总统要到嘉义 Homestay 接待的主人也是声辉协进会的前理事长 都收拾好家里 准备好宵夜 等待马总统 他说将向马总统提出建立声辉之家 照顾听障者的梦想 这个梦想 期盼马总统真的能够帮忙实现 三天新闻 廖国雄嘉义报道 好 带您关心联串的政治焦点 首先带您看 就是民进党反击蓝颖的指控 也质疑 刘毓如说幕后有黑手在操控 那么刘毓如开炮了立委 痛批 他身为政务官 真是不务正业 好 另外则事要带您看 就是宋楚瑜 今天到新竹去抢票 蓝绿通吃 被认为说在秘密拔装 而马总统今天出席活动 也再次重申两岸 不统不独跟不武 好 在蔡英文的部分 今天她的行程是锁定南台湾 从高雄扫街到台南 而上午她参加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幕 巧遇总统夫人周美清 两个人同台 但是没有互动 好 首先要带您关注 当然是民进党 今天再开记者会 游天王谢长廷她亲自出手 之一这个刘毓如 到底是不是有幕后黑手在操控 而且她也还原了宇昌公司成立以来 不但公司网页上面 极力感谢蔡英文的加入 让资金得以到位 人才得以整合 那么也出示了股价资料 显示宇昌的股价四年涨了三倍 政府明明有赚钱 与一一反击了蓝营 对宇昌的质疑 宇昌案接招 天王谢长廷亲上火线 高分被还击 这样变造的公文 是不是刘一如变造的 我请问刘一如 你要回答哦 那不是你要讲一个 有名有姓的人 如果是你 马英九总统知道不知道 那如果是你 那你在这问问题 有什么意义呢 请刘一如 交出变造文件的营污者 谢长廷还出示新贵资料 宇昌股价四年涨三倍 博士来迎说 宇昌每股只有4.8元的 指控有假 10块的命额 现在也33块 46 如果说 宇昌是亏本的 是说4.8元 那我们建议 行政院全民四股 对不对 用12块 我保证秒杀 大家都抢够 谢长廷也不忘为 小鹰发声 越战越精强 民进党战备升级 从发言人团到天王出动 回应爆料 并锁定马政府政绩 火力全开 我们一个国政总咨询团 那么只要当过院长 政务官的这一些 民进党的当时的这些政务官们 会依序出来的 问一下马政府 你的政绩在哪里 选战倒数 国政咨询团谢长廷开第一枪 包括游锡坤 苏贞昌等重量级人物 也将陆续坐镇党中央 每日一问马总统 全力服选小鹰 三连新闻综合报道 行政院长吴敦毅 他曾经说过 狂打宇昌案 让蓝营的选情加分是不多的 甚至还一度还传出 国民党的高层定调 说不要再继续追打宇昌案 只是才沉寂了一个多礼拜 昨天经舰会主委刘益竹 他又再度点燃了 宇昌案的战火 感觉的话 对不起 所以一定要走正道 对对对对 这样才可以过 没正面回应宇昌案 反而要大家走正道 吴敦毅这句话 似乎一语双关 毕竟曾经认为 宇昌案对蓝营选情加分不多 才修兵一个多星期 现在又再点燃宇昌战火 立愿朝野党团短兵相接 炮火四射 宇昌案请问第20天 你的闪躲 你的回避 才应该适可而止 然后到底是谁叫你 来做这个事情的 已经问了第16天 你还是没有回答 蓝绿校正都要对方给个答案 只是把宇昌案当成选举武器 对蓝营选情加分有限 还曾经定调要把拼经济当成主轴 不再聚焦宇昌案 却在刘亦如再次开炮后 立愿党团又跟着追打 所有的营运计划 我们没有看到 所有的签署国发基金的投资协议 我们没有看到 但他就已经领到钱了 炒了将近一个月 宇昌案从公文解密到董作资格 蓝军抓不出新梗 绿营逃不回公道 宇昌案朝野继续缠斗 大选前民众看不到完结篇 三立兄黄大峰黄蜜 台北参谋报道 刘亦如这次再开炮 而且他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像是昨天40分钟的记者会上 他花了半个小时打宇昌案 只花了10分钟谈警器 那么民企党立委看不下去了 就痛批他说 身为一个政务官却整天不务正业 现在更有这个独派团体呢 是直接跑到这个金建会前面 诞习马总统跟刘亦如的照片 表示抗议 就是不满 金建会主委刘亦如 没好好拼经济 却只把重心放在宇昌案 独派团体三度到金建会 要刘亦如请辞下台 眼看欧债风暴 冲击台湾经济 警器灯号出现警讯 刘亦如26号在记者会上 却花了半个多小时 主打宇昌案攻击蔡英文 只留10分钟谈警器 身为台湾经建龙头 在刘亦如眼中 宇昌案似乎比拼经济还重要 蓝灯代表的整个状况里面 最不景气 最不景气 景气指标的最下一阶 要来袭了 今天的金建会主委 还不务正业 还在搞政治斗争 那个金建会主委 大半个月 要去专研所谓宇昌案 专研了以后 也没有提出任何明确的证据 在一些知为末节上面打转 我们要说这几月 这大半个月 老百姓是不应该付刘亦如薪水的 人民荷包缩水 日子苦哈哈 台湾景气亮起黄蓝灯 以财经专长著称的刘亦如 却没后注 三立熊黄大鹏黄蜜 台北上午到 讲到景气 今天会下午就公布了 11月份的景气灯号 各项的指标表现都不太理想 上午行政院的代议长陈冲 才说景气灯号一定不会是蓝灯 下午金建会 果然没有给副院长丢面子 只是经济学者 对于这个黄蓝灯的信号 大部分都还是很忧心 认为这个数字背后的景气面 让人非常担忧 昨天晚上特别请教 这个景气灯号 刘一如刘主委 他告诉我说 他不能跟我讲 但是他肯定不是蓝灯 昨天公布景气灯号的前几个小时 陈冲这番信心喊话 让金建会 11月份景气对策灯号的记者会 令人期待 结果是黄蓝灯 由于领先同时指标持续下跌 显示当前国内景气走势 趋势明显减缓 灯号连续第四个月呈现黄蓝灯 那看看景气对策灯号分数 由10月下休职的19分减为17分 只差1分就会转为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 这波景气当然是 领先指标是连续下下 连续下滑的24个月 那因为转期内欧债是不容易解决 所以就是我们是 一般是希望说在明年上半年 景气看会不会触底 迪迫所有外界事前预测的蓝灯灯号 今天会表示欧债危机 确实对全球市场信心造成干扰 景气持续走弱 国内金融 贸易 生产和消费面指标相对转换 其中批发餐饮和民众生活相关的消费指数 工业生产以及机械电机设备进口 都呈现蓝灯走势 其余则是黄蓝灯 景气明年第一季落底可能性很高 但对于经建会数字 经济学者并不认同 独心价让他觉得未来工作可能非常难找 未来的薪资可能很难很难再涨 所以这个情况下 他看到这个黄蓝灯 跟他个人所面对的这个经济状况 可能有落差 副院长的一句话 有没有给经建会压力 景气好不好 从五星价风波到台股大跌 经济寒冬的解读各方大不同 三新闻经事们陈玉瑾 余家豪 林三副特别报道 好 林二在您看 这是台湾的乡土诗人吴盛 晚上出席了蔡英文在台南的造诗晚会 她也再度的抢马政府 她说马英九执政三年多来 政策跳票而且强征农地 就连老农今天都不甘愿杂发 所以她希望人民要好好地看清楚 乡土文学家吴盛在蔡英文台南造诗场合上 痛批马政府傲慢无能 因为她四年前的担忧如今一一浮现 四次句句道尽对这片土地的浓厚感情 四年前诗人吴盛以我的忧心一文 说出对国民党黑心政权复辟的忧虑 但马政府上任后 吴盛认为国民党威权贪腐 黑金的本质恶行不改 还变本加厉 欺压弱势农民 青春标力大破 那是一堆水上好政策的所在 但是呢 他就是要把他共济 竞争收 竟然在外面 派出外出 把这些 在要收成的童子 在疑度把他搞搞掉 做的事情没法配 政策一直三五百年 很多事情他都说他不知道 看保障才知道 这种的总统 我们要努力 热爱土地的吴盛 语重心长 呼吁选民认清事实 就是希望弱势的声音能被听见 自己的忧心也不再重演 在新闻综合报导 有粤句皇后支撑的周明明 十一年前呢 当这个马总统 还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去站台拉票 不过这一次总统大选 周明明呢 是大逆转 他改支持蔡英文 因为周明明说呢 当年他替这个马总统 站台的时候 总统曾经允诺 会大力的推广乐剧 不过这次能下来 补助是越给越少 他也质疑呢 马政府的补助 只如后特定的团体 让他非常不满 这么漂亮的服装 一件要下 都放在这里 为什么不让我们穿呢 失望表情全写在脸上 这里是乐剧皇后周明明 放戏服和道具仓库 但全无用武之地 因为周明明指控 马总统11年前 曾允诺要推广乐剧 但全部都死了 他说我当选的市长 会扶植乐剧 结果呢 他市长年里面 也没有扶植过乐剧 反而呢 就请了大陆的剧团 花600万呢 去演两场戏 而对我们没有 周明明大土 苦水跟透露 越具补助还越来越少 从一年20万 掉到一年9万 但对照梦想家 两碗就烧掉2.1亿元 还有明花园 有大笔补助经费 决定游览转绿 都很寒心 所以我觉得 还能再请马总统做总统吗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选选蔡英文看 我不认识蔡英文 但是她的证件我听懂了 台湾文化资源 长期分配不均 周明明也只是 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但她的声音 也是绝大多数 一闻团体的心声 三绿新闻 邮博志邱婉柔 台北报导 好 接下来 要带您看到的是 清明党的总统候选人 宋楚瑜 今天呢 她是抢攻进新竹的客家区 要抢票 那么这一趟呢 她是蓝绿通吃 被认为有备而来 进行秘密把装 民族的事情 就应该政府的好事情 来到客家医名庙 先用客家话 拉近感情 不过接待的主人 可是未标准绿军 很少很少 但是了表我的敬意 她是前新竹县长 也是蔡英文 新竹县竞选总部主委 林光华 和宋楚瑜是老长官 老部署的关系 她曾经当过我的司机 东西向快速到 通车的时候 宋省长开车 林县长坐车 选票我没有办法 帮她的买 但是我也不能忍心 看她很孤单 就怕被贴标签 林光华情意相挺 但也得敢忙澄清 老省长宋楚瑜 偷小人情 不尴尬 不过下午继续赶脱 拜访老朋友 宋楚瑜拜访前 国民党立委叶芳雄 一回蓝 一回绿 外界解读 积极拔抓 应该是雇妆 不但是雇选举的妆 最重要是要雇台湾的妆 老朋友一个一个现身 不过宋楚瑜始终受民调所处 質疑中选会行政不中立 纵容假民调四处横行 也批评第一场现实证件发表会 转播的公正性 中央选举委员会 一再的重用这些事情 而且事先把这些事情做成这样子 来打压 我礼拜五当面 会向中央选举委员会 正式的 向全世界 向全国 那天来提出严正的抗议 宋楚瑜攻进新竹 抢分客家大饼 拜访绿军 抢攻蓝军 也不忘捍卫自身群役 三丁新闻 王彦俊 白乔英 SNG小组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 好 要带您看 这是中国的命理作家李建军 他现在仍在北京 不过却大胆的预言 今年底台中的这个跨民之夜 将会是总统大选胜负的关键之夜 那么李建军他就以待玄机的透露 他说呢目前这个总统大选陷入胶着 就看12月31号那天晚上 哪一座候选人在台中做得好 就可以看出总统大选的胜负 吴敦义媳妇一度为挽救婚姻 找上秘理作家李建军改运之后 李建军再大胆预言明年总统大选 如果这次选举在跨年 我们讲2011年到2012年的跨年的时候 谁在大台中做得好 谁就是这次赢家 李建军之所以大胆预言的理由是 苏嘉全曾经在台中参选拿下不错的成绩 国民党也想要稳固中台湾的选票 所以决战大台中自然成为总统大选的关键 虽然李建军11月初搭机来台 被移民署拒绝入境 遭到了强迫离境 刚开始他对外表示 这与高层人士有关 外传及高层人士 就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敦义 因为担心李建军四处乱讲 吴敦义媳妇找他改运 干脆下令李建军禁止入台 不过最近李建军自称又接到移民署的电话 表示他可以入境 他们当时可能误解了我 把我当成一个在台湾属于一个恋财的人 当成一个台湾不学无数的人 经过他的了解和调查 我在台湾也是按时的交税 什么理由让李建军可以重新踏上台湾土地 他没明说 至于何时可以回到台湾 他也没透露 不过确定在大选前会回台 而爱做选情预言的李建军肯定再次牵动选情 三立新闻谢碧莲李国华北京报道